欢迎来到益阵营的频道 我们今天继续聊第一个涨停的股票 很多朋友比较好奇 我们所标注的牛熊线是什么线 那么牛熊线不是均线 牛熊线就是一个股票拉伸的空间目标 主力拉伸一个股票 必然要有一个布局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不可能是一个价格 一定是一个价格区间 那么假设主力利用30%的波动空间 完成布局 那未来的空间就必然要在这个布局的之上 才能盈利 如果是短线操作 根据我们统计 通常盈利30%左右就会离场 大家可以去统计一下大部分的股票 从一个平台到拉伸一波 通常它的上升空间都是在50%和70%之间 真正的牛股会大幅的脱离这个空间 实现更高的盈利 所以牛熊线就是突破了短线拉伸空间 跳入到更高盈利目标的一个关键价格节点 下面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大盘 那大盘呢我们在60分图里面已经提到了 今天上午呢它是下跌的 所以在60分图里面已经完成了下跌趋势的成立条件 所以未来这个大盘60分图会有一个下跌 下跌目标呢我们看不是很远啊 就是看下方的牛熊线 今天呢我们也分析一下板块啊 首先是个汽车板块 那么汽车板块呢通过图表 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到达了一个高频的下跌压力位置附近 而且离牛熊线也比较近了 这个位置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压力位置 特钢板块呢是站上的牛熊线 所以整个板块呢 我们觉得说未来的潜力啊还是存在的 眼科板块呢就没什么炒作的价值 因为它整体的一个洗盘空间不到位 大家可以看下面的一个图 指向性呢还是蛮远的 所以未来这个眼科板块 我们认为还是有一段下跌的距离 好下面大家请看个股第一个涨停的图表分析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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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